加拿大網路安全中心近日發布罕見的公開警告 強調中共的網路威脅活動 在數量、複雜程度和範圍上都超過了其他國家 美國政府此前指出 在發生地緣政治或軍事衝突時 中共的網路威脅組織 可能會對北美關鍵基礎設施發動網路攻擊 這可能會引起社會恐慌並延誤美國的軍事部署 對此 加拿大網路安全中心 在6月3日發布公告認同美國提出的擔憂 由於加拿大和美國兩國的產業相互依賴 美國基礎設施的中斷 很可能對加拿大產生影響 中共黑客通常直接或間接接受中共情報部門的任務 並在家中雙邊關係中 尋找具有經濟和外交優勢的信息 以及中共優先考慮的技術信息 此前 加拿大聯邦機構的網路已多次遭到中共破壞 6月3日當天 加拿大多位內閣部長聯合聲明 譴責中共 俄羅斯 伊朗和北韓 長期廣泛發動網路攻擊 侵入政府和私營部門的電腦系統獲取信息 干擾政治系統和關鍵基礎設施 並威脅和傷害當地民眾 內閣部長們還呼籲網路安全界 特別是關鍵基礎設施網路維護者 需要提高對中共複雜網路威脅活動的認識和防範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林希 加拿大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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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